栽的十几个枯瓜 天气比较热 然后他就熟过头了 现在准备把这些藤 回缩 像这些藤 这些藤蔓太高了 没有瓜的 这个瓜也做不住了 像这个没有瓜的 这一个团没有瓜的 回缩 全部回回去 让他 让他重新花芽重新种 重新长 咬瓜的撩着 没瓜的 像这个也没咬了 咬 咬就不动它了 像这种 没咬了 全部回到底下去 让他重新 重新再花芽再接瓜 因为天气 这第一批已经结束了 现在准备让他 长第二批 我把藤蔓全部剪掉 剪了多少藤出来 全部都是固夸的 全部都是固夸的 可以说没有呢 比我剪的更重 这个 这根竹蚂 这根竹蚂下来 他这边 咬一个瓜 就留了一个蚂 这边这边呢 下面画了一个这个 这个画了一个新的芽出来 然后留了这一根 留了这一个让他重新爬上去 重新结果 但是他还 还会 你看这边剪的时候 留了一个侧芽 他还会从这边侧芽 长出来 像这种就没有 没有芽眼了 他画不出来了 这一颗 这颗剪到桃了 这边 这边有芽 他会重新花出来 这边都是芽的 重新花出来 现在剩下蛋肥 然后剩下这一颗的这个 这一颗的 竹蚂 这颗过来的有 还有 还有七八个果吧 1234567 还有一个七八个果 这个是竹蚂 竹蚂挂果的 然后这个 晚一点挂果 然后我就留着 这样回缩他可以再长 再长一轮出来 但是如果你回缩了回缩到这里的位置的话 他没有芽眼他会死掉的 回缩到这 还有芽眼了 然后呢 就 就还会接一轮果 像这个苹果谷瓜 就修剪错了 我一找就错了 这小瓜 还在这里 他的竹蚂他要长得很长的时候才会结果 所以 我这个 这个芽 其他的我都打掉了 只剩下一个竹蚂 竹蚂然后让他 让他结果 这个苹果谷瓜结果比较晚 这个 接了 接了两个 但是产量没有那么多 啊 我还留了起来这个以后才会结果 比较晚一点 苹果谷瓜 怎么说呢 地方够大的话 种的可以 他藤蔓 长得很长才会结果 所以他明年我都不种苹果谷瓜了 我这个都接了好几十个了 这个才刚刚开始 那这个也 这个 这个 这一棵呢 这个是竹蚂 竹蚂然后我已经竹蚂也剪掉了 剩下这一棵 这一棵呢 他有两棵果在这里 但是呢 他会在旁边 他还会划出来 又让他新的枝条结果 这一棵 竹蚂 我也剪了 这边 牙还会划出来 因为不剪的话就太密 太密的 有什么情况了 像这这边这边有的有瓜 你看 都是黄黄的 然后他瓜长的质量就不行了 那我就把它剪掉了 像这一个藤里面 都是公瓜 这个是苹果谷瓜 这么长才 这么长有两米吧 采一个 一个母瓜 这也是苹果谷瓜 啊 去年我也是这样修剪的 然后呢他 还会长一批果出来吧 现在又撕那个蛋肥 就是 像刚刚开始种的时候那个撕那个肥料 就是蛋肥 蛋肥撕进去 而且我 我给他剪掉的话 还可以让我的茄子 还可以让我的茄子 通风透光 要不然茄子也顺病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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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